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中奖者来电 但不少人听到消息纷纷来沾喜气 即使超过晚上10点还是有不少人来购买 买气增加两到三成以上 而幸运的中奖人落在台南 并独得9.2亿引发热烈讨论 也让台南市长黄伟哲留言万坦 说这些机会都不是属于我的 不少网友笑翻向他喊话 你还是乖乖的当市长吧 原市长也有发财梦 还有人跟他说要他乖乖推销关庙的凤梨 也有人说市长够了哦 拜托不要跟我们抢 不过没中奖也不要灰心 台才表示下期投奖会加码 预估上看金额2.2亿元